本港第五波新冠疫情愈爆愈勁 话口未完,今天又录得超过7500宗确诊 再破单日确诊新高 而政府就宣布进一步收紧社交距离 其中商场、街市、食肆等市民都要打最少一针 才可以进入相关处所 即是所谓的疫苗通行症 现在两人限聚令实施之下 市民几乎断绿亲 想说约了几只脚 麻雀洒落玩回几圈 都随时被人拉人封艇 大家不妨想象下以下场景 有人真是手痕开桌 那打打 突然你对家脱一脱牌 然后大喝一声 自摸一索13要 请问你可以怎么做呢 扮云入医院 现在公立医院 横临爆煲 入到去人头涌涌 不幸中招 结果可能又是沦围在医院门口帐篷 苦苦伦疹的抗疫难民 虽多多纤重 这个时候的你 或者会怒从心头起 恶向胆边生 直接自电俗称 督灰热线的 违反限聚令举报及查询热线 最多委委罚一万银 赢了你都要呕突 这些就是所谓的 if we burn you burn with us 没错了 这些才是真正的揽炒 大家试想一下 牌就大家都有份打 钱自然是大家一起罚 这样才是公道 相比之下 黄人黑暴的所谓揽炒 只能够说是挂羊头 卖狗肉 涉嫌违反商品说明条例 事关大家从来没见过 黄人黑暴针对他们口中的独裁政权 也没说有人好像汪精卫 当年尝试刺杀清朝摄政王一样 引刀成一块 不负少年头 有的只是火烧不对嘴型的阿叔 打杂烧的交通灯 乃至铁路带来的不便 更要由一大批 没有参与暴动的无辜市民承担 简直脆强 什么呀 增加独裁政权的管治成本 别玩了 除了特首每个月要用几个大麻包袋 装钱出粮比较费时失事 又真是看不到 哪一块管治成本增加了 揽炒变揽炒 就好像美军无人轰炸机 转炸死平民 也等于机场的金属探测器 专门detect旅客户袋的碎银 以至假发的铁线 而警钟大银 本身件事可谓完全失招 这方面绝对是香港一班 王卫兵的拿手好戏 话说城市大学学生发展署 一早要求城大学生会在限期内 提交最近16年帐目的审计报告 谁知学生会一味死拖难拖 总之就是不肯教 绝之校方在今个月7日 决定在7日内收回学生会会址 去到上星期一 逆职是14日 学生会迁出会址之前 搞了个所谓的告别礼 高奉期聚集过百人 之后还举行游行 部分学生身穿黑衣 大挨涉嫌鼓吹港独的口号 以及类似图案 学校保安警告无效报警求助 居民警方国安署已经接手调查 并安排在校内取证 俗语讲得好 身证不怕影子邪 如果条数清清楚楚 又怎会介意摊在阳光之下 从这个角度看 国安署介入调查 绝对是及时和必要 还有啊 这些年轻不是口口声声 爱香港 自己香港自己救的吗 现在疫情爆到七彩 真是爱香港的话 是不是应该先放下成见 团结一致 将同心抗疫放在首要 都不要求他们 好像内地的大学生那样 做义工协助防疫 但最低限度 都应该独善其身 不要四维播毒吧 说真的 他们要抗争 长时间绝食 又或者好像 识广德法师那样 自焚抗疫 没有人会阻止不得止 还敬你 是一条好汗 这些人最终搞所谓抗争 一旦当中有人中招 随时又是殃及慈余 等于没落场打牌 都被罚一万大员 这些就是典型的黄尸式揽炒 这次后方和警方应对得力 各界拍烂手掌 其实背后反映出抗疫的一大问题 就是市民除了不满港府防疫 脱漏多多 废官招令直改 最重要还是孔老夫子那句 不患寡 疑患不均 大家咬着牙关 抗疫一起熬 凭什么金无颠王 可以在官底开生日派对 受到蛋糕突杂 凭什么港产高官可以人前吴大罩 反而盲前大罩 我有权你出我吴章几个字 清清楚楚写在他面上 市民不生气就假 那说吧 防疫限制、松紧 是不是得宜是一回事 最紧要是一本水端平 千万不要沦为 防君子不防小人 专门惩罚首发良民的暴政 最众播毒的黑暴黄人 固然要严情 但那些在街上不带罩 肆无忌惮煲烟 以致帮楼上无牌酒吧 以及是非法钓鱼倒档 看一场的假难民呢 半老爷是否都要管一管 不要跟市民说 这个世界真是 谁大谁恶谁正确啊 好了 今集节目时间差不多了 大家是觉得like 搞错还是发生呢 投票告诉我们 多谢收看